今天要來分享一個束口袋的做法 今天這一個束口袋 上面我是用雷絲做裝飾 現在我先來車縫雷絲 上面我有做一個記號 有做一個記號 等一下那個記號 你就按照我的執行 然後去做這個記號 那個記號是要穿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穿那個束口繩的那個位置 好 那就是起針的時候要倒針 然後車到記號的位置還要倒針 好 然後接著呢 換車另外 換車下面那個記號 好 這一邊車好之後再來換另外一邊 那也是一樣的車法 好 好了之後就把線頭呢都剪掉 好 好之後就把線頭呢都剪掉 好 再來要換接那個錶布跟裏布 先從底部開始 裏布側邊的地方先結合起來 緩分是0.5公分 好之後呢 接著換 換錶布 好 這邊處理好之後呢 再來換車另外一邊 OK OK 之後呢我們先把這個 现在表布我们要先接那个蕾丝 那你要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下 蕾丝的反面要对着我们表布的正面 因为等一下车号翻是 那个里布在翻 不是我们表布在翻 所以你要记得蕾丝的反面对着表布的正面 好之后我们就开始来车固定线 把表布跟蕾丝先固定起来 好 蕾丝固定好之后呢 再来换我们的里布 先把里布翻回正面 翻好之后呢 好了之后呢 将我们的里布塞进去那个表布里面 记得表布是 表布跟里布是正面对正面 好那把布呢 剪接处呢对齐好 好那我们准备呢 要来把表布跟里布结合起来 那红份是0.5公分 那我们就是这样子的把布剥片 然后顺顺顺的 车一圈起来 然后记得等一下要留一个反口 好 那到这里呢就是我的反口处 然后记得要倒个几针 把线头剪掉 好那我们现在呢 要来准备呢 把里布呢 翻过来 看的时候有角度的地方 记得把脚部折好 再把布拉出来 好那我现在把布拉出来 对不对 那我现在先把我的里布 再塞为里布里面 呃 我现在把表布塞为里布里面 呃里布里面 因为我们现在要要要要把那个 呃反口那里 先压线固定 等一下会测两 两道压线 先处理那个 反口反口这边的压线 再压线固定 大概测0.5公分 记得把那个反口的那个缝分 拨好拨对起 好那我第一道的那个 压线已经车好 再我要车 第二道压线 第二道压线就是 呃我们刚刚那个 刚刚有挖一个洞是要穿松紧绳的 这一个这个 地方 这里 记号的最下面这里 我们要车一道压线 因为等于是把我们的那个 那个 缩口绳然后固定在这个 这个缝分里面 就是不要让他乱跑这样 那你这一道那个 压线完成 那这一个缝口袋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会穿这个 缝口绳进去然后给大家看 看我 那我们也可以把他来看 等于是把你据成 这个 你有点 看我 然后 这一个 互相 这里 就 这一项 他 我们 再来 就是 这一个 不能 可以 我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